如果说博尔特是短跑项目中的神 那他就是全世界最接近神的男人 他就是尤罕布雷克 2011年大球式锦赛 那年博尔特因为强跑被罚下 让本无意争夺金牌的其他选手 纷纷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 而布雷克也正是这场比赛中一战成名 关键时刻布雷克站了出来 在前半程落后的情况下 依靠着强大的途中跑能力 强行撕开了一道口子 从人群中飞了出来 以9.93的成绩成功拿下金牌 守住了亚买家在百米这个相红上的荣誉 布雷克也因此一战成名 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世锦赛冠军 赛后人们称布雷克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但没想到一切才刚刚开始 同样是2011年 布雷克再一次向世人展现了 何为最适合短跑的身材 2011年布鲁塞尔战200米决赛 起初人们并不相近 这个因为博尔克缺席 跑出9.93都能拿下冠军的选手 他们将目光聚焦在美国选手迪克斯等选手身上 但接下来布雷克将会上演何为亚买家速度 19.26秒 这还是逆风和起跑失误的情况下跑出的成绩 虽然比不上博尔特8枪19秒19 但也是历史上最接近博尔特的成绩 布雷克也用这场比赛正式宣布 亚买家双子轻的时代来了 2012年算是联赛洛桑站 布雷克虽然在前一年的世锦赛中 刚刚获得冠军 但那场比赛的参赛选手除博尔特以外 并没有很强的对手 而这场比赛 布雷克则是遇到了挂当哥盖伊 这也是二人首次在大赛上相遇 布雷克在逆风情况下 跑出了生涯PB 9.69 要知道 这可是在逆风的情况下跑出来的 盖伊哥也成为基伯尔特以外 再次成为亚买家人的背景板 但就在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 在布雷克身上时 伤病却找上了布雷克 2013年亚买家举行的UTA赛上 布雷克拉伤大腿 从那之后 布雷克便一蹶不振 当再次出现在赛场时 布雷克也剪去了巅峰时的脏面 就如同德里克罗斯那般 带着全新的状态 回到他热爱的田径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